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美國紐約成為中國之外最嚴重的地區 4月16號 大紀元新聞網發表文章 將紐約與同是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對比 分析兩者疫情輕重程度差別巨大的原因 文章說 與紐約相比 香港屬於高危之地 距離病毒發源地武漢更近 接待的大陸遊客更多 按說 應該比紐約疫情更重 但事實正好相反 紐約的確診數字是110465例 而香港只有1016例 紐約死亡個案是7905例 而香港只有4例 為什麼香港處於高危地域 感染個案卻只有紐約的1% 文章引述網民的話 總結了四大因素 第一 不信政府 第二 不信中共 第三 不信世衛 第四 二月頭尾的時候 香港醫護人員罷工爭取封關 這四個因素中 前三個因素 林鄭政府 中共 世界衛生組織 背後的共同元素都是中共政權 而紐約則被中共嚴重滲透 不僅華爾街 高科技企業 制藥巨頭等 向中共大量的輸血 紐約的政要權貴階層還為中共站臺發聲 甚至讓中共喉舌新華社的宣傳片 在時代廣場24小時播放 文章說 紐約與香港疫情的不同 正好印證了大紀元特稿 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的觀點 澳大利亞新南維爾士州的 沃加沃加市 4月14號召開市議會 投票通過了 終止與中國昆明友好城市關係的議案 據澳洲廣播公司ABC報導 推動議案的議員芬內爾表示 中共政府以謊言、託辭和掩飾為樂 用新冠病毒、中共病毒 給世界帶來死亡和毀滅 他強調說 這不是種族主義行為 這和中國人沒有關係 也不是要針對任何地方 但是沃加沃加市 不應該與共產黨政權有任何的關係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